越来越多企业逐步接受员工打零工 相信这方面的工作机会明年将进一步增加 招聘公司发现短期职位年比增加了六成 临时工作的求职者则翻了一倍 预计能填补未来育婴价增加而造成的人手空缺 30岁的谢家美去年辞掉全职营销工作后转行打零工 主要专攻内容制作、做网络直播 以及举办演讲培训讲座等 谢家美说这类工作的灵活性 让她有时间学习更多技能 从明年起 员工将享有更多育婴价 有人力资源公司说 掌握多类技能愿意打零工的人才 将有助填补全职员工放假时的职位空缺 招聘公司也说企业对临时工的接受程度正在改变 这也将有助于企业的解决方案来满足人力需求 这不仅仅仅仅仅原则的